WIT的死亡邊境二教學之 自給自足的提傘分享 WIT要分享自給自足的打身體散彈槍 下方說明會放時間點清單 請多多利用 影片分 突擊步槍轉散彈槍 提傘自給自足玩法 提傘武器比較 提傘技能配置 提傘裝備配置 抽獎 突擊步槍轉散彈槍 WIT回鍋第一次用免費技能重製成玩打身體突擊步槍 體圖玩一陣子發現傷害太低 又沒資金換高傷害的突擊步槍 有在2022聖誕節活動 製作胖子的執行者活動散彈槍 就從打身體的突擊步槍 花100點遊戲點數重製技能成打身體的散彈槍 提傘自給自足玩法 轉成提傘拿胖子的執行者開始直播 跟其他玩家一起打休閒50等主附接 感謝陪WIT打50等主附接的玩家 雖然開始打50主附接只撿到一件金裝 但是WIT的遊戲幣還是像烏龜爬行速度成長中 WIT跑休閒主附接是王方前的時取點都有搜索 會花比較多時間 可是能撿到醫療用品 食物 彈藥等 不是直撐王方撒子彈打王直撿王方中兩個時取點的快車 提傘武器比較 WIT把常用的6把散彈槍整理成表格做比較 分別有胖子的執行者 創口加龍砲 AA12 包錘12 切斯特菲爾德1887 賽加20 WIT的提傘人物主要使用胖子的執行者 表格中可以明顯看到胖子的執行者為什麼很省 胖子的執行者一個彈匣5發的身體傷害 比創口加龍砲半個彈匣多一點 胖子的執行者一個彈匣的爆頭傷害 比創口加龍砲一個彈匣還多 除了散彈槍換彈時間9的缺點 活動散彈槍增傷 AA12與爆錘12很燒錢的原因是 攻擊速度太快加單發傷害不高 左鍵壓著遊戲臂跟子彈一起射出去 用爆發性射速換取高傷害 切斯特菲爾德1887因為彈匣容量小討論度不高 但是切斯特菲爾德1887的消耗不高 傷害也夠用 賽加20有些玩家會因為彈匣便宜去使用 但WIT看到賽加20的問題是背包容量 賽加20射20發的身體傷害 跟切斯特菲爾德1887射10發的傷害相同 切斯特菲爾德1887用一組80發10千造成的身體傷害 賽加20要用兩組80發的20千 賽加20攜帶的彈匣是切斯特菲爾德1887的兩倍 提傘技能配置 WIT提傘人物等級50加10的技能配置僅供參考 移動技能前進選手短跑運動員5點 生存技能 固落盤石續航力5點 皮粗肉厚皮肉厚度增強5點 免疫系統免疫系統增強5點 野民手快快速反應2點 增加傷害技能 獵人5點 追星者瞄準心臟5點 殲滅者滅失者3點 槍之輔助技能 裝填人手裝填專家5點 神射手狙擊者5點 快槍匣快速射擊者5點 散彈槍專家5點 搜索技能 掠奪者5點 WIT習慣用近戰武器清小怪 所以點了殲滅者滅失者增加效率 後面每天直播開始跑50主腹 就改點野民手快快速反應 如果再技能重置 就不點殲滅者滅失者 改點野民手快快速反應 提傘裝備配置 WIT的提傘人物裝備 僅供參考 主武器用胖子的執行者獨特 聖誕節活動製作的活動武器 非常建議製作活動裝備武器 副手武器拿菁英戴恩斧 選擇有受到傷害加變異者傷害加衝刺速度屬性 帽子戴菁英金用頭盔 選擇有攻擊速度加身體傷害加變異者傷害加爆頭傷害 衣服穿菁英防彈背心 選擇有物品難空間加生命加受到傷害加受到訓冤累積 手套戴胖子的萬能手套獨特 聖誕節活動製作的活動手套 褲子穿菁英牛仔褲 選擇有受到傷害加衝刺速度加衝刺持育時間加衝刺冷卻時間 鞋子穿菁英登山鞋 選擇有衝刺速度加衝刺持育時間加衝刺冷卻時間加走路速度加慢跑速度 感謝阿爹爹贊助帽子、護甲、褲子、鞋子 WIT提散人物整體屬性數值 玩打身體把身體傷害撐到加124% 由跑50主腹接打王把編毅者傷害撐到加204% 生命撐到加121% 受到傷害撐到減70% 被觸手將是碰到不會每次都向後仰 被跳王跳一下不會數 受到傷害至少要撐到減65%以上 衝刺速度撐到加91% 衝刺速度至少加80%以上 才能甩掉大部分BOSS 抽獎 WIT要來抽遊戲點數100點喔 抽獎三步驟 1. 訂閱WIT的YouTube頻道 YouTube帳號需要關閉 將訂閱龍一律設為私人狀態開關 電腦版關閉 將訂閱龍一律設為私人狀態開關 手機版關閉 將訂閱龍一律設為私人狀態開關 2. 對影片按讚 我喜歡 3. 在影片下方留下關鍵字 DF2加死亡邊境2 玩家人物名稱 玩家人物名稱是領獎用 務必填寫正確 WIT會在影片發布後14天 寒假日抽出一名中獎玩家 WIT抽獎用網頁連結 會放在下方說明 中獎玩家會公布在影片的說明 與WIT的DC 領獎期限開獎日加14天 寒假日中獎玩家請用DC聯繫WIT 自己自足的提散分享影片到這邊告一段落 還沒有訂閱WIT YouTube頻道的請協助訂閱 WIT感謝您 有什麼想說的想問的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如果喜歡WIT的影片請協助按我喜歡加分享 想先看到WIT的新影片可以開啟小鈴鐺通知 我是WIT 下支影片見 掰掰 購言 by bwd6 by bwd6